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朋友们 我是娜塔莎 红豆腻的朋友们 又问了红豆腻什么样的问题呢? 碰到不好沟通的人 该怎么办呢? 不要沟通啊 不可能不要沟通 当你想要跟那个人沟通 你的目的是什么? 拼你的 就说服他 还是呢 你只是渴望这个人或这些人来认可你 你想要要求他来答应你什么事 其实不是说要不要沟通 还是这个人好不好沟通 你要对一个事情的目的有一个确认 他的理念啊 想法啊 还是他的认知不一样 那你要用什么方式呢? 来跟对方沟通 你的沟通会不会造成反效果 彼此的冲突 当你遇到沟通的时候 好像对方不高兴了 你就要马上怎么样?喊停 先停下来 先不要讲 人家已经觉得不开心了 你还继续讲 才会引起反架 既然你想要做的事 公通 就避免吵架 好吗? 所以这个问题很可以 心里想一件事或一个人 你要用什么方式来沟通是最好的呢? 你可以广泛的问 也可以有目的的来问这个问题 芷茵你选几? 我选2 欸你有目的吗? 还是有某人吗? 我爸 爸爸不能看这一集哦 我来教你怎么样跟爸爸沟通 选2 这张牌是什么呢? 选2 这张牌叫做喉轮 就是服软 说好听的 吃软不吃硬 撒娇哦 你有跟用撒娇吗? 很少 很少 要用撒娇 小孩子会跟父母做的那些事情 你只要服软常常说好啊 对不起啊 关心他 撒娇 他很好沟通欸 你要房子给你房子 你要车子给你车子 所以你要主动找他讲话啊 你要让爸爸习惯啦 服软啊撒娇的沟通方式 你要什么 他就全部都给你 这种人最好沟通了 不能来硬的哦 你跟他来硬的 什么都没有 一定要掌握这个技巧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 选3的同学 这张牌 叫做太阳 我要反问你们 欸你们自己有很好沟通吗? 哈哈哈哈 有人跟你的意见不一样 你就像太阳一样 把它给烧了 把它灭了 你会在言词上 观念上 把对方啊 博导 不好沟通的是你 不是别人 你的意见很棒 你的意见 你的想法 也都是真知作见 你就是太阳嘛 你以自我为中心 别人也以你为核心 多多的也听取别人的意见 你才可以养成一个太阳系 你在闪亮闪烁 都没有用啊 一定要成为一个太阳系 让水星啊 地球 金星 木星 火星 所有的星 都围绕在你身边 允许那些跟你不一样的声音 不是跟你不一样的意见就灭掉 那你会成为一个很有成就 能够有很大容量的人 恭喜太阳的人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 选4的同学 选4这张牌 叫做爱自己 你们的苦恼啊 不是别人很难沟通 而是你们太容易妥协了 当你们要去说服别人 要去要求别人的时候 你很容易被别人说服啊 别人说什么 好好好 那这个我不知道是优点还是缺点 我本来我的意见是这样啊 被他说一说变成那样 对于这种情况觉得很苦恼 那你一定要坚持你自己啊 有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人的个性也蛮好的 在你的世界里面 什么事情都好好好好好 那也很好 那要看你对这样子的个性 到底现在是很苦恼 还是觉得 都OK啊 我没有那么强势的要说服别人 别人说的你也觉得都可以接受 那就继续这样也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有苦恼哦 就要调整 加油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 选1的同学 这张牌叫做命运之轮 你现在想要游说的这件事情 你想要要求的这个事情很重要 如果这些人可以同意你 这个事情就有机会可以成功 这个人反对或那个人反对 或那个人不高兴 那个人会阻挡你 你一定要三顾茅庐 一直去友善的游说 千万不要产生对立哦 只要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对方就会被你洗脑 洗脑的方式来说 你想要沟通的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 而且他答应也很重要 所以这个世界上 没有所谓的不好沟通的人 是你沟通的方法 有没有很正确 还有这件事情有必要沟通吗 如果他的意见跟你只是不一样而已 可能也不是太有必要 这就是你要得到那个结果嘛 最重要的方法 加油 我希望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 都可以学会这些小小的生活秘诀 只要你在生活中可以运用 宏豆泥抽幸福卡 娜塔莎跟你们分享的这些生活秘技 你的生活一定会非常的舒服 每件事情都如愿以偿 加油 Go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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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